你知道西葫芦怎么炒,好吃下饭还不下汤吗? 看完视频,你也能学会 首先,我们准备两个西葫芦 竖着用刀分成四半 然后把中间的羊去掉 再竖着用刀划成细条 切好以后,捅过一勺盐 翻一翻,腌十分钟 十分钟以后,就像这样出水了 然后用清水洗一遍,盐就都洗掉了 再把水分转一下,放一边备用 再找个小碗,加小半勺盐 味精,白糖提鲜,十三香 少来点胡椒粉 再来点八二年的生抽 一小勺蚝油,少加一点水就行 再来点土豆淀粉 搅拌均匀备用 锅烧热以后,再加油 放点猪瘦肉丁 炒到变散了,加入蒜米 能吃辣的,放点小米辣 炒出香味 你都看到这儿了,能给老弟来个双鸡吗? 就是对着屏幕点两下 谢谢大家 然后烹入料酒去腥 倒入西葫芦 开大火 把西葫芦炒到熟透 倒入之前调好的料汁 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西葫芦你就像我这样炒 清脆爽口 好吃不腻 百吃不厌